文貝大師, 此為止 回來了, 剛才MC仁康來到 已經坐定了, 我要更加我講甚麼 第一, 今天節目開始是很簡單 因為在西藏我們見到很多UFO 其中一張照片令我決定做這個題目 就是這一張 我要讓MC人再看一看 這裡說是西藏,我不敢肯定是否 但上面在車上有一個UFO在這裏 事實上發展到西藏 聽聞都相當多UFO的具體發言 中央情報局在1968年有相當多UFO的文件 不論是在北丹、尼泊爾 都有一些UFO的報道 這就是recap 原因是在西藏如果發現UFO 理論上不是一件不尋常的事 其實有個別地方 他們的村民基本上是和那裏的UFO生活在一起 他們是經常定期的 都習慣了見慣了 那區就是在西藏、北丹、尼泊爾交界交流 那區特別是 MC人來到有一個消息留給大家分享 這就是前年2015年很近期的時候 有一間廟在西藏 有一隻UFO進入 是被CCTV拍攝到 這個也是蒙蒙湖 但是又有一個發光體 發光體 進入了廟裡 當地的真人 看上去就不是西藏真人 看上去就不是西藏真人 甚至是在那個地區的 應該是中國籍 然後去看就是光體 這個就不是剛才我們說的那些金屬的物體 是入了一間廟裡 它的大小那個是有沒有描述 不是太大的 它這個是在房內容納到它 基本上不是太大的 但這個就不是實質的東西 就是剛才第一節我們說的 是一些發光體 光體 但是它們感覺上 是有 即不是一些自然的現象 就是裡面可能有意識 或者有些什麼 這個在82年左右 在那個 中國的Fedipol專家 林晶全 他在蘭州那裏 就是做一個意念呼喚外星人 跟當時有些日本記者 他也有拍了這些照片 類似 類似 對 那是一個人 是一種叫做人體的 一個發光體 是 那基本上 資料都有的 都可以看到 是啊 我們就不能夠說 在這些歸納出來 就是西藏 或者在喜瑪拉山 那個UFO的狀況是怎樣 只能夠做到一個 這個評論 就是 是相當之多 多的原因 是為什麼呢 我們只能懷疑 就是那個地方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例如說 他有沒有發現金字塔 有沒有這個 和香巴拉有沒有關係 那金字塔 我會很快說 因為第三次會說 就是 近年 有俄羅斯的科學家 認為 其實 江人波齊鋒 是一個金字塔 是金字塔 是金字塔 你去過了 所以你待會可以說 但是 這一節就說說另一件事 這件事有些抽水的原因 原因是為什麼呢 就是我個人對於一個事件 就有興趣 儘管不是跟這個UFO有直接關係 但是我覺得這個節目 我去說 就了了我的心願 這個事件是怎樣呢 就是1913年的時候 1913年在法國出現了一個事件 就是當時 就有一個芭蕾舞劇 就叫《春之際》 公演的時候 有一個很著名的芭蕾舞的男明星 Nijinsky 那是跳舞 那為什麼要提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 這個是小友地 就是因為 這場舞蹈是引發在 這個芭蕾的歌劇院裡面暴動 當年 劣平如潮 劣平如潮 這個事件是怎樣呢 這個事件就是 這個是一個很新鮮的芭蕾舞劇 如果你今天看 甚至那個影響仍然是相當強的 就是他們會做了一些 譬如是俄羅斯的農民 他們跳那隻芭蕾舞 跳那個舞蹈 跟以前是很不同的 那這件事 為什麼會扯上今天這個題目呢 就是因為裏面 做這個報警的設計 這個人 他後來 就在西藏見到UFO 這個見到UFO這個 那個情況 是在未有UFO這個概念之前出現的 名字還未出來 這個名字還未出來 他這個人 他事實上對近代的政治 有相當大的影響 這個報警是怎樣呢 我們要說回春之仔的報警是怎樣呢 就是現在你看到這些畫 是他當時在那個實際的舞台上 他們去用的 那個設計本身有一個相當獨特的風格 尤其是這個人本身 他後來就成為了俄羅斯最著名的一個畫家 很奇怪的 他們在這個紐約裡面 其實都還有他那個博物館 現在他在俄羅斯 就相當之盛行 盛行到就是開了他一個紀念館 甚至有關於他那個紀錄片 你在Youtube上面都會看到的 很多香巴拉素材 很多香巴拉的畫 如果你看他的畫 其實就是涉及到很多香巴拉的東西 現在我說的時候 這位喇嘛就開始在那裡躁動 那個人本身 他涉及到這個問題 Youtube的問題 現在其實有兩個解釋 其他解釋就是其實他是特務 他就去在俄羅斯接受了當時的蘇聯的物靈 去試探西藏的情報 但第二個其實他是做一些靈性的調查 其中一個是什麼呢 其中一個就是查這個香巴拉的所在地 就是他在哪裡會找到這個香巴拉的入口 他就直接去過 這些都是他的畫來的 淘寶去西藏 他看到那個Youtube的情況是怎樣 現在在網上其實有相關的報導 這個紀錄很短很短的 只有幾段時間而已 但是他就說什麼呢 他那裡看到 就在西藏看到 上空有一隻很大的鳥 再近看就是比當時的飛機更大 但是沒有聲音 看到之後 然後就浪費了鐘 他們不知道那個原因是什麼 但是他們只是把這個事件記錄下來 但是那個難度去哪裡呢 難度就是因為1929年至1947年之間 其實大家對這個UFO沒有概念 是到1947年才知道 所以原來這個人可能見過UFO 事後有些人當然會質疑 比如說他會不會眼花 因為大家知道那些地方 有高山症 會暈、會溫、會溫 另外就是會不會見到氣球 但是看到的人 就不知道他會過 而你說他覺得看錯的東西是氣球的話 事實上就機會不太大 因為看的人本身 都有一定的專業的能力在 基本上就是他看到UFO 但是他去西藏看的時候 那他究竟是什麼呢 如果你看他的畫 其實他很可能是把整個香巴拉的入口 或者裡面的情況 畫給大家看 那麼涉及到這個問題 那MCA人 譬如在西藏 他們一般 就是喇嘛或者是寧波車 他們有沒有談論到UFO的問題 以你自己親身的經驗 他們沒有的 他們一開始就已經覺得佛教那個 不過宇宙觀有一個生命觀 就是除了我們現在看到 或者世界有生命體 本身他們已經包含了虛空之中 有其他的高智慧生物 有高度文明 都有其他大層面 有其他生物在學佛法 本身已經有這些存在 所以他們不會特別說 遇到第二個空間來的生命體 都覺得大驚小怪 大驚小怪 反而他們更加專注在裡面 如果你真的看到大家用什麼方法 穿越 大家怎樣可以相遇 究竟大家用什麼技術 那些全部反而是更加真的去研究 我想那方面更加有交流 譬如那些所謂的 用獨心術或心靈感應術去溝通 他們習慣了用這種模式去溝通的時候 更加知道對方究竟是神 還是妖魔鬼怪 還是真是來自其他大層面的生物 但沒有什麼分別很大 舉個例子 譬如你見到上空有一個不明物體飛過 如果你在美國或加拿大 北美或其他歐洲 第一時間想起國防的問題 但在西藏應該就不是這樣 西藏的個案是 他們相信有些修行是 去到人都會飛 譬如有個廟家陀子 十萬空行飛 他們相信有些技術是 你個人修行到 可能不知道是雲尼肉體 還是意識離開 總之有非常能力 可以飛去你要去的地方 通常有目的 譬如拿餐飯 沒有東西吃 或者見到 有的 就不會溝通萬遊 有的 但他除了見外星的飛行物體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 有沒有可能談到有見外星人 其實他說有其他生物 就在修行 或者在佛教 或者在藏傳佛教 他們就要 即是本身廉花生大使 以前說他們 追著那些航魔、伏妖 都到處去的 都已經用了很多超能力 超能力過程 遇到什麼生命體 他們通常 我們記載很多服魔、航魔、伏妖 的多 你說說明是第二個 第二個星體 或是怎樣做那些現代人 做那種加勞活動 反而又不見了很多記憶 他不會用一個叫外星人這個 概念 對 而且他們一早已經有香巴拉的概念 已經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根本人提升到某個境界 或者我們的地球 或者我們的世界 去到某個境界 就會有穿越時空 所有事情 他們在禪定的訓練 已經甚至乎 有這些詳細紀錄 就是你遇到不同的狀況的時候 你要有什麼心理反應 或者正常人有什麼心理反應 如果你說當是精神上遇到的話 用六道來說 譬如天人和阿修羅 都是屬於天翠的高智的新聞 但是你再加上那個叫做天龍百步 那些就叫做不是地球 偶出來的那些生物 你可以反映那些叫做外星的生物 而且他們一開始都已經有天 有天內有天的這個概念的時候 33天 只不過去到裡面 當你真的遇到那些東西 感覺到有那些意識 跟你溝通交流的時候 你怎樣仔細去分類 已經是很仔細地做的 是啦 鏡頭可以比一下現在的照片 這個其實是他報警的設計 整個設計和服裝 其實是這個人設計的 這個就是1913年他們原本做的整個表演 這個就引起了1913年的劇場 法國芭蕾劇場的暴動 是呀 可以理解 你理解到吧 對於西方最高尚最文明的活動 就是看歌劇 他不認為巴黎舞是應該這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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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過來看其他 他們可能覺得野人 或者低等文明的東西 可能覺得比較低 低了一點 但是跳那個人 就是主角Nijinsky 就是有史以來最厲害的那個南巴黎舞員 這個就是我要講這個心願 因為這個事件本身 其實大家如果作為一個文化項目 我盡量想大家都知道 這個人本身為何會足以引起他對同一波有關 很簡單的原因 因為他是神志學會 很清楚 甚至我懷疑歌劇本身都放了一些資料 應該放了很多 放了一些神志學會的資料 在美國的資料 其實是影響美國副總統做的 其實是影響美國副總統做的 你要聽清楚 這個人是俄羅斯的 是畫家 周圍去世界這些地方 去找一些靈性的遺跡 但是呢 竟然能夠影響到美國 這個當時俄羅斯福的副總統 在1940年的時候 就放了金字塔的符號 去一元 但是後面這幾塊東西 即是本身有什麼關係呢 舉個例子 譬如說這些石 或者是跟這些UFO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是今天另一個主要題目 就是涉及到 有所謂這個 中國玉石的文化 有這個所謂 現在看到這裏 最重要的是 就是這塊東西 那這塊東西呢 紀圖 你看不用的了 你不用縮下頭 大家都看到這裏 這個呢 涉及到在西藏裏面 即是跟這個UFO有關的事情 那這個是不是像羅茲威爾的Grace 太像40年代所描述的羅茲威爾 所以現在你說這個是古物 一個非常之摩登的古物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嗎 其實值得在這裏跟大家說說 原因是因為在涉及到西藏和UFO的問題 有一個所謂青海的石碟 石碟UFO 這個石碟UFO是怎樣來的呢 話說在1930年代 即是說 這個 尼布拉仙 羅勒 他去了西藏 他去了西藏 回來之後 在另一個地方 就叫巴顏赫拉山 在青海 就傳說 找到一個一萬二千年前的石碟 上面就有記錄 這個記錄 就是剛才我們看到這個 就是 碟裡面的東西 阿紀圖你看了之後 你可不可以分析裡面的符號 不用分析 這個畫家太過摩登 因為如果你的古物在這裡 第一 我現在說的時候 因為我沒有看過原版 原版 通常如果這些古物 真的這麼厲害 就不在於圖像的表現 但這個圖像的表現 其實都已經破亂了原機 它的設計就是20世紀之後的 羅茲威爾 包括裡面的造型 都是這樣來設計 第二 你會看到 如果這個古物 他在製造的時候 他只是畫上去 所以他製造的 我們看不到他的身色 我們都不會說那麼多 叫做得淡兆 這是一個繪圖 是的 是一個繪圖 要講清楚這個事件 怎麼來的 因為這個事件 我想甚至到現在 都有人認為 就是證明了在西藏 曾經有過我識人光羅 那個事情是怎麼來的 大概1937年的時候 話說有一個中國的考古學家 叫齊福泰 在山洞裡 找到一大堆的墓穴 和隧道 那墓穴的人的屍體 本身是很小的 就是頭小 和後來傳說的外星人 那個原理就是當時 他們是找到一些相關 留下來的具體證據 這些包括什麼 就是所謂這些玉壁 即是用玉壁做的一些痕跡 記錄在這裏 還有有人自稱 就是見過這些人 那些人的樣子 就像人的 但是很小 說了三尺多高 現在說的遺物就是這些 就是這些 當時傳說找到的 石碟 石碟 有傳說 但是喇嘛見過他 即是 輾轉間 有另一個人 就收了這些物體 現在就用這張照片 但是很快告訴大家 是假的 全部的 那個記錄就是 就是在沙漠那裏 有一個西藏的族裔叫康族 Camp Camp 和這個 杜勒巴這班 就是共存的 但是他們的祖先 其實就是外星人 在當時下來 被當地的康族屠殺 剩下這些點 問題就來了 這個傳說怎麼來呢 很快就交代給大家 其實是一本小說 叫流亡的太陽神 西藏的道立 巴的秘密 就是在那裏 就是發揚光大的 但是呢 這個事的前身是怎麼來呢 就是幾圖這個 就是你自己 可能都認識的 就是這個寫 Cheris of the God Dannigan Dannigan 在那裏傳說出來的 接著發揚光大 就說在西藏 其實就有外星人的遺跡 主要就是這些叫做 道立巴石 道立巴的玉壁 而傳說出來的 但是這些玉壁本身 如果再看下去 就真的有歧視 是真的有這些玉壁 那在哪裏找到呢 就在這個西安的叛碧博物館 那那個博物館你去過沒有 嗯 叛碧博物館沒有去過 但是那個呢 他那個圖 即是他那裏面留下的那個 那我都有見過 你見過 他有畫到那些 即是他有拍到一些壁畫 就有一個疑似外星人 就拿著一塊碟 但是那塊碟裡面 就沒有剛才那些紋的 那個那麼誇張 是一個肉碟 就是那個 那你會 就這樣睜眼來看的時候 這個也有拍的那個碟 那些人都會懷疑他 就是近至現在的所謂那種 叫做光碟的那個功能 你看下去 你以為是 是 光碟的功能 這個呢 有些人去到90年代 好像有點遐想 這個其實是12000年前的光碟 不過這個 這個碟那時候就是 譬如他這個 剛才那個肉那個 是後來補加的 又圖案那個 但是這個圖 即現在你看這兩幅圖 就在七幾年 即CD都未普及流行的時候 已經有這兩個圖片紀錄 是這個 但是他現在難解釋的地方是甚麼呢 我們剛才看到那些 譬如有外星人那些 那些應該是假的 但是呢 如果你去看 在這個西港看 是真的有這些碟 有啊 問題就來了 就是那個小說之間 和這個現實之間 摺軌的地方在哪一處 是 還有那些碟本身 它那個起源現在 都不太清楚 所以有些人就開始 就是能夠做到一個傳說 就是這碟本身 就是和那個所謂外星人的關係 是 他那個 他這個 就是他在 因為呢 就是Denican 他其實老老實實 當他去這個叫做全球 去找一種叫做古外星人 這種文明的時刻 他對於中國 那時候因為呢 你看到是這樣的 50年代 他所得的那些 其實大部分都是二手資料 是 他唯一呢 真正有落地考察 那他只能夠去到台灣 他就說 傻了 你香港怎麼不來呢 那台灣那裡呢 他就在台灣那裡 有很多妙義 裡面呢 他都找到 一些孫悟空的傳聞 那他就說 孫悟空是不是 外星人呢 那我就都得探笑 如果是那個人來的 所以他這個 我們都認為 譬如他這個呢 其實他吃了很大的 就是他這個 在西安的那個 那個 那些研究呢 但是呢 就所得的 就算Denican 他自己 在他那個 他那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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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道文學裡面 那裡來講呢 那我們都覺得 他 他講的時候 都其實不是很具體的 這個 所以 到今時今日呢 如果他真的有心做呢 他再執拾好些 再去 深入調查 聽說他是這樣做 其實中國都很歡迎他 他去 入中國那裡 去研究 那現在你看到裡面呢 也都有 傳說之中 就是 這些外星人 這張照片 都很經典的 是啊 一個四尺 一個三尺 四寸高的 那你看下去呢 就有少 就是 怪怪的 那樣 那這個就是1947年 說去那裡的 是 就是這些 就是所謂外星人 遺留下來的人狀 那樣 但是呢 這個 這個故事未完 為什麼呢 涉及到這個故事呢 就是 後來有 奧地利的一個人 就 我想他現在都還健在 就是他 他就是問中國的這些 妙思人 就是那個西安那個 博物館那裡 但是呢 他問回來 就是中國答他那裡 就相當之模糊 甚至日後他認為 在中國出現了什麼呢 中國出現了金字塔 這個就是他在中國拍到那張 近乎金字塔的照片 但是 以我所知 這個其實是真的 這個 這個漢漢 這個有人說 就是漢武 漢武來的 漢武來的 我經過過的 那時候 你在哪裡經過過的 1988年底 十一月的時候 去那個西安 以及去那個近乳林 那個交界那裡 你看看 就是他這個 他這個所在那裡 我們都很多見到 是西安 是的 那麼他裡面 他們 就是以他們 當地的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人去說 那個呢 是屬於那個叫漢朝的 一些 寧武的其中一個 那麼的而且 那麼他們都說 是 這種是 中國的形式 的古代金字塔的形狀 是的 因為它沒有尖頂 嗯 它上面是平的 就是千萬瓦那種 不是 不是 簡直是那個 美金裡面的 那種 是呀 上面就是那隻眼 是啊 就是它 就是 在美金上面 那種 這個就不在 不是在埃及找到 這個在中國找到 是 那還有呢 就是它大 埃及的金字塔 整 是 整 整 就是 一百個金字塔 是 那麼 那麼 關於這個金字塔的問題 其實 跟西藏有關 就是究竟 光銀波柴峰 是否金字塔 我們下次回來 跟大家討論一下這件事